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器 大家好我是碧秀 今天白天大家总算是觉得非常的温暖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很有感受 这张图是中午12点的温度分布 我们来看到高平地区温度已经达到30度 屏东最热30.7度 那么中部地区大约是20到24度 北台湾今天阴偶阵雨是89度 那么从云图来看 这个风场明天和今天差不多都会是偏东南风 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云量比较多 因此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明天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道晴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累积雨量 很明显比较多的就是在东南部地区了 台东的大午有55毫米 其他雨量都比较少 那么天气是逐渐地转干 所以来看到明天的降雨几率 相较于今天真的是比较少 所以想要大扫除的朋友是好消息 未来几天的气温变化 大致上是很一致的 白天的平均温度都是在25度 夜晚清晨平均大概是16度 只有这个星期五比较不一样 因为到时候有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大概会降温到20度左右 那么在这个星期的假期 可能您看到的预测都是稳定舒适的 生活follow me 小丁尼亚来告诉您 环境转干在白天很适合扫除工作 那么南部高温可能达到30度 日夜温差大 请您留意调整穿着 早晨回温的过程容易起雾 所以行人或者是机慢车辆的骑士 请您佩戴有反光效果的衣物 开车朋友就要开大灯 注意安全 下个礼拜春节之前还会有封面通过 天气多变化 请您每一天都一起来关心 今天请我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